早晨,上星期五美股都是下跌的 在特朗普政府提高對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和限制 美國公司向華為供應零部件之後 中國的官方媒體近日對中美貿易戰的口風也轉取強硬 投資者擔心中美關係的發展 抵消了加拿大取消對美國所有報復性關稅的正面影響 道指跌了99點 道指跌了82點 接下來這個星期,投資者的焦點 都會在中美貿易談判方面的發展 而港股方面,上星期五都是下跌的 亦都是失手了略略低於250天平均線 大家都比較緊張 因為這都是所謂的牛熊分界線 亦都整個星期跌了603點 亦都連續跌了兩個星期 累積的跌幅都有2135點 相等於7.1% 所以短期來說,大市應該有超賣的情況 再跌的空間暫時應該不會太大 看回港股在美國ADL市場 都是跌了幾十點 現在投資者正在觀望 美匯方面的情況 近日看到英鎊、歐羅等都下跌了 推高了美匯 美匯升的時候當然會擔心資金會流出新興市場 亦都令到人民幣方面相對處於一個弱勢 暫時在現水平來說 一般投資者就偏向靠邊站 因為都很難估計 發展的情況 加上連續升了四個月之後 今個月大致上調整月份 亦都調整方面有機會再進一步延伸下去 因為資金暫時都沒有這麼快會回頭 之前已經說過了 中美貿易戰主要是戰載科技 所以當然短期都會有很多相關消息出來 都不會是好東西多了 所以投資者暫時都會避開一些科技股 例如手機設備股 都對這些消息比較敏感 今個星期聯儲局有些官員會出來說話 包括主席鮑威爾 聯儲局也都會公佈他們上個月的會議紀錄 另外當然市場的焦點也都在歐美方面 會公佈一些五月份的最新的製造業的採購經理指數 再評估環球的經濟情況是怎樣 暫時看 市場的市場會是一個在210天平均線上拉鋸的局面 不會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不過我看到近日的股份都是偏沽為主 所以暫時入市 勝算就不是太高 所以也是適宜保持一個官網